大家好 我是朱伟贝 百万哥要离开团队了 晚上丢丢的事就这几天 但是他有一个工资还没有接 就是之前安装电表箱 今天跟老板联系了一下 差不多得是下礼拜才能给接 那会不会呢 先把工资给他垫上 那百万哥 这是900块 你应该是850块钱的工资 你看我转给你50吗 飞哥 这边就结清了啊 看他发工资真的 我想给我自己很难得我一下子 上次我不是从你拿的工资吗 然后房租我也没交上 这两天房东又下来找我 你的钱花了 那你原先为什么不能交呢 兄弟没钱 当时没钱吃饭 他说不能天天饿着肚子 肯定不行了 还没有活干 哎 你可别讲这话啊 原先有活的啊 你不干了 你退出团队的啊 飞哥 你再仔细好好想想 现在我在你那边还有没有什么美睫的账 好好想想一下 应该是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吗 一毛钱都没有了 结得非常的清楚 清清爽爽的 哎呀 飞了 自己想办法了 明天有活嘛 好几天 休息好几天了 休息几天了 两天了 两天 两天没出工 今天第三天了 今天是没接到明天的活 没有安排的 对呀 都休息好几天了 就感觉 掉了几百块也一样了 哦 现在不中钱就感觉好像损失了很多 本身是难受 天天睡在床上 躺着腰酸被痛 房租这两天有下来找你吗 天天下来给我问他 15号的房租 今天都 31号了 31号了 拖了人家半个月了 半个月了 还好这个老头 哎呀 我感觉不能再拖他 再拖我真的我怕他结了 他再把我床 再把我床 再把我什么东西都 都给我捲 裤盖也给我扔了 怎么办 你无办法 以拜他为义父 你自己想办法吧 公叫不去 蒙愿拜为义父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快上边去了 这个工资不是说一号花吗 怎么现在又下个星期了 什么个情况 工资今天我联系了一下 得下个礼拜 飞哥 这个我得说两句 虽然说里面没有我的工资我也没干活 但是我感觉 这个事情 好了好了好了 嗯不要说了 然后刀总也不要说了 而且刀总的工资已经结过了 是吧 我电子发给你的 而且这个也没有阿面的工资 好吧 你们俩 是为我好 为团队好 我知道 兄弟们大家也看到了啊 暂时是 没接着火 明天的火还没有着路 所以说看视频的朋友 有活的 需要人的 可以联系我们 嗯 现在 三斤 刀总 还有 五啊 白岸哥暂时还没走 应该也能去干 四个人啊 挺难搞的 所以说大家给 帮帮忙 紧南周边的朋友 再 说一下 昨天 白岸哥 就是 申请离开团队这个事 我看 评论区有 很多的网友在 揣测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 必要过度 解读一个人 或者说 一个事 也许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可能是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 在看待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这个是 没有存在的说故意要搞谁走 或者说是对谁 呃 戴着有色眼睛在看待 没有 我是一视同仁 嗯 白岸哥我还认识三年了 不过小黑 过来了 我也是 尽量的去 有活大家 一起干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但是我确实是 农业就是 只有这个农历 就是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至于有人说 会感觉到 不公平怎样的 不可能一万水端不行 谁也端不行 好了 这个事就不说了 说多错多 随便怎么去解读我吧 就是深重不怕影子外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谢谢 vana